十方圖撒共归 我今宿之善意愿 彻仰意藏将功能 崑佩樑童仙 中文字幕志愿者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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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人心心理 无疾佛增荡自尊 南方世界有相遇 相遇 花园 一起花园 岛云 岛云 如树中 微香 微蕊 片庄面 天然万佛 是何意 多年的藏不杂志 三世若来共赞叹 十方菩萨共归意 我尽素知 生意愿 彩阳地藏将功德 缝随失波 七仙 我尽素知 生意愿 甜得有利ichts 我尽素知 生意愿 现在可以听到现场的声音吗 请问大家可以听到现场 我们音乐的声音 我的讲话声音吗 哎呦真怕啊 怎么今天会这样呢 这个台湾的天气比较俗胜 哇 有人听到地藏菩萨 诶 陈奕金啊大家 声音没有问题 太好了 刚刚可能那个声音怪怪的 好 我们现在再做网络的直播分享哦 再等一下就开始了 也邀请我们现场同盟给我们联署按赞 再按个几个就可以了 moc Herren 来自我 我爱梦说明 请于保险 这一首脸圆整心里 �обод弹了 亲人都在一个人 此下 后,我爱梦说明 在三十十万上 转一半到三十万上 与宝与无数宠 微香微蕊变庄严 天人问佛是何以 福音的藏菩萨之 大家好 这是真佛天空新闻台 连生活佛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 今天是第649集的播出 很高兴在这里与大家共同相会 等一下有一个重要的讯息 要跟大家报告 我们看看现场哪些人上来了 哇 当妹妹 还有Edistan 李小亨谢谢你的功课 许慧玉又没来 带句话 陈义军 你好 Diamond 尹宁娟 以兴亮亮 还有这个 Joanne Dio Yuki Wong 很好 Diamond 谢谢你的功课 黄湘玲 邓虚华 又见面的中奖人 更要看直播 对 下一次还要抽奖 你们想要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还是1月再抽奖 你们想什么时候抽奖 告诉我 现在留言告诉我 我第一次看到好可爱哦 有个绿色的 是不是angry bird的猪 我第一次看到好可爱 还有罗丽华 谢谢你 甘露海 燕淫师姐 撞头 陈丽珍 还有丹妹妹 然后跟她来报告 把她的音乐先关掉 跟大家报告上一集同门的留言 同门丽莎居然说穿着 虽然是外表 也代表庄严 师尊用过的物品 是非常的有能量 这个昨天介绍师尊的龙袍 昨天跟大家介绍师尊的龙袍 哇 我有一切 结果你知道今天发生什么事吗 有头被说参丝我也要 叫我去跟师尊请 还好达成任务 你们真的是很会看广告 归依了要修行 要了解业果的道理 师尊用过的龙袍修法的时候 平时别穿可以给病人医病 只要有正念遇到什么 阿飘也不怕 还有瑞瑞俊 师尊第一次看到龙袍 是弥勒菩萨的带子里面送给师尊的 还有干风律一归一 师尊是佛 不须三心两意的 还有 Jenny Dan 喜悦的妙音 传出法喜 充满着唱颂 上次唱得很好听 谢谢大家 请龙袍的要找我 下次要不要请师尊的话也要找我 不过我告诉你 我都是使命必达 连皮厚也要帮你们 好 Ad is done 下星期你比较多有节目 马国发 还有甘露海 LBNG 美林翁 你们想什么时候 下次抽奖 那是要12月尾呢 还是要1月呢 我出国之前 还是我要3月份回来以后抽奖 时间给你们决定 你们现在赶快留言 不然的话我就给你乱决定了 你看 你看我们上新闻台 还可以自己决定什么时候抽奖 Kolili Million On 那今天呢 我有个事情要跟大家宣布 不过大家 等晚一点 大家人到齐的时候 再跟大家宣布哦 好 今天呢 跟大家介绍的是 见神见鬼祭 天上的 天上的药库 我们生病都要看医生 对不对 所以讲说 那个弟子生病 不是什么生病 都是求我 求这个 求那个 自己第一个动作 要先看医生 所以呢 失踪还是很注重科学的 注重医学的 那个不是说这个 这个很迷信的 他要大家要升起智慧 那个明明医生 能够在第一时间 帮你止住消炎 你不去还在那边等 还在那边等奇迹 这个就不对了 所以呢 一定要依照医生的诊治 那大家的 医生的诊治 没办法 你写信求师尊 遇到师尊 那自己也念经 求佛陀 加持 这是可以的 然后呢 但是师尊 万一有病了 生病了 那师尊怎么办 师尊有时候讲 给你们加持都会好 给自己加持就 哎 哎 点点点 没关系 大家明明 您收音 哇 好 Sky Ming 哇 你在写地上三纪哦 哇 大家 哇 已经 我觉得你们很可爱 抽 抽了一本师尊的书 大家好像过年 开心了好几天 对不对 以后呢 我希望有师尊的新书哦 我们也办抽奖的活动 不过呢 要我在 我在台湾吧 嘿嘿嘿 嘿 我 我会 我会想办法 我会想办法 如果在美国不知道怎么 怎么去 因为要联络 台湾的干部帮忙处理 尽量想办法哦 办这个活动来给大家哦 嘿嘿嘿 阿弥陀佛 还有谁 哇 好 上师晚上好 读书会好 哇 甘露海 麻蟹之天的功课 王国会的功课 谢谢 有梅来 谢谢你哦 谢谢你们的功课 那师尊就是有一年他生病了 病的时间竟然非常的长 师尊写这本书是什么时候 看看这个是在2005年的1月份 那可见他这个可能在2005年之前 就是他刚出关还是什么 反正这个2005年之前 那这个发生的事情 那病的时间很长 当然我有病先去看医生 这个是师尊一直强调的 吃了很多的药 打了针 有没有用 没有用 有时候好 有时候又倒了 哇 有时候真的是 只看西医吗 中医也看 西医中医都看 你知道吗 西医治标 中医治本 合起来叫标本 这个是赤真讲的笑话 朕丹丁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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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定 一个决定 所以很高兴 那反正师尊这个病 就是一直都没有好 然后看医 西医用超音波 听筒 量血压 量血糖 心跳 量体温 验血 又打针 又吃药 又一个医生说东 一个医生说西 哇 真的是 最后没办法 去了一家最大的医院 这个医院 用最精密的 这个器材去检查 检查的结果是什么 没有病 没有病 这一切正常 可是师尊是怎么样 他的状况是全身虚弱 而且虚脱 全身好像剩下一个空壳一样 摇摇欲坠 而且一点力气都没有 这种虚脱 这种要嘛就是那种 中医讲的 可能是哪个气血的问题 对不对 西医在讲的话 可能又是某一种 细胞的病变 对不对 但是中医 查不到 西医又讲 最精密的大医院 用最精密的仪器 又讲 一切都正常 哇 这个是怎么样 师尊在病了这么久的时间 他说 哇 完全没有兴趣 无聊 没有味道 好像是忧郁症 忧郁症 你看师尊照片都很开心 你看 师尊这样的人会忧郁症吗 都会 要给我决定几十抽奖 好 我选个直接 有机会就宣布 但是后啊 听直播很开心 跟着我笑 不要去笑 龙昌 龙昌一 为什么叫 你叫龙昌一 没有叫龙昌二 龙昌一 每年去西雅图都会购买大量师尊的书送的 很棒哦 中心中 还有这个 谢谢你们 Galishu 你好 那反正师尊呢 他生了这个病 就是很奇怪 好像是忧郁症 全身都虚脱 没有力气 吃了白忧结 那种抗忧郁的药 有忧 没有结 还是没有用 自己觉得好像快要死了 死了才快乐 师尊讲人 人生真的是病不得 久病缠身 天天都想到死这个字 那师尊呢 生病了 有人生病 骂天骂地 骂东骂西 对不对 会怨天怨地 脾气会不好 可是师尊呢 他说他同情自己 也同情生病的人 将心比心 所以自己在遇到 逆境困境的时候 虽然心情很不好 但是有时候想一想 有人跟你同样的处境 有的人比你更不好 我前一阵子看了一个 真实的故事改编的 那个人是很有钱的人 可是呢 他好像是做那个 做那个滑翔液 跌下来 全身就是这个脊椎 这个病变之后 全身只有头可以动 嘴巴可以讲话 其他全身只能做轮椅 大小便洗澡 还有人家擦尿管 完全没有自尊 完全就是要给人家服务的 那虽然是大富豪 有钱又有什么用 人生快乐嘛 不过他后来演了一个故事 就是一个很好的看护 很会照顾他 让他重新生起那种欢喜快乐的心 那我是觉得说 哇我们现在人身体能够动 这里动 能够走 能够坐 能够讲 前阵子前几天 我去雪霸国家公园 问水管理中心 这辈子没去过雪霸 去雪霸的山下面看一看也好 天空很晴朗 还出大太阳 我很喜欢看山 谁要去爬山 记得约我 我喜欢去台湾的森林公园 台湾的森林真的非常漂亮 我告诉你 就算师尊没有回台湾 你们要记得来台湾 台湾的森林公园 真的是一流的 阿里山的神木 非常的巨大 听说还发现了四千年的 四千年寿命的大神木 你们活着一定要去看 宜兰马告是拍摄 塞德克巴拉景点的 宜兰马告森林公园 我告诉你 哇神木几十棵 非常的壮观 所以我很喜欢那个森林 刚刚今年去过阿里山 去过那个雪霸的楼下 还没有真正上雪霸 我年轻的时候 哇什么阳明山啊 从小油坑爬上去 去那个阳明山的那个最高峰 回来这个我那个膝盖啊 受伤了对不对 我那个东眼山满月圆 然后这个拉拉山 桃园的拉拉山也去过 还有新竹好像飞凤山 我很喜欢爬山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你看我们人都好好的 真的是除了你心情愉快之外 你要同情那些身体不能动的 残废的 一辈子做轮椅的 行动不方便的人 你说对不对 所以四尊讲病最苦 所以说我当然知道 有些人他不想死 但是病缠到没有办法的时候 连影帝啊 这个电影的影帝都死了 歌后也死了 哲学家也死了 文学作家也死了 最后连超人也死了 等等等等 那前阵子台湾有个名人 不是说要去欧洲吗 那个 因为他也是病很久 那个要打这个死 这个安乐死 我们要劝人家活的时候呢 要体会一下 当然我们不是叫大家去死啊 但是有时候你是体会一下 他现在正在遭遇 什么样的身体的困境 为什么会难过到想要死 这真的是 如果有机会 真的大家去医院 病房走一趟 走一朝去看看 你就会很珍惜你这个身体 珍惜这个现在 所以四尊的人是在半躺 只能躺 半躺三昧 半死三昧 死活之中挣扎 一心只想解脱 大声念佛 不做第二想 全心全意在念 好 新丘令 已经说没错 之前生命的时候 有比你更严重的人 想想他们也许没办法走出医院 你还好 所以有时候还是体谅一下他人 好 还有君观六 你好 甘露海 世尊慈悲同情 众生病苦不舍一个众生 伟大阿弥陀佛 君观六 你好 林玉珍 佩文 还有 朱博星 水莲 谢谢你们上来 阿弥陀佛 人不能生病 明白 酒病产生很痛苦 身体健康最重要 吴秀吉 谢谢你的功课 好 那后来发生什么事情 呢 世尊也曾病到很重的时候 居然想用开顶的方法 开头顶 开顶的方法 将中阴神把他飞出去 直接就是夺胎准世 但是呢 哇 这个病会病到这么重吗 所以你们看到世尊很高兴很在欢笑 他随时随地都在欢笑 可是呢 世尊承受的 他竟然承受这么严重的事情 居然想用开顶的 就出院神就走出去 或夺赦 不要这个身体了 不要这个肉身躯壳了 可是呢 被谁阻止了 姚齿惊母 原来世尊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哇 连转世都不行 世尊说 其实呢 连转世的自由都没有 哇 世尊讲说 他骂他自己 狗屎不如 然后什么活佛 哇 反正那种 那种很失望 很忧郁 又很愤恨的心 写在他的文字上 大家仔细去念 可以体会 所以呢 我们 你 没办法体会病人的心 你如何 叫病人放下 应该是同理心 嘿 跟他讲说 你很棒 你加油 嘿 那希望 我们也同样同理去体会 病人生病的苦 这第一段是讲到 世尊遇到的病苦 然后呢 世尊生病了 天上的神仙 会就此 就是做事不理吗 哇 有一个童子呢 就下降 这个童子呢 全身身体有透明耶 哇 肝心脾肺肾 他的内脏是透明的耶 世尊一看 知道是 救星来了 叫药童子 中药 西药的药 药童子来了 那传说 那个佛陀注释的时候 有一个叫奇遇的 然后用药草 做一个童子的形状 来医人的病 那世尊就问药童子 你是 你是这个药童子吗 药童子马上说 是啊 然后呢 世尊问说 那他的病有没有救 那这个药童子讲 哇 连生死者 你的病 不是一般人能够治的 那这个医生奇遇 他正在天上掌管天上的药库 我药童子看你可怜 我到天上拿药库来给你吃 好不好 叔叔 那你赶快去 赶快去 赶快拿 嘿嘿嘿 原来还有救星 那到底药童子 有没有救到世尊呢 CQ率 这几年为了老人家跑医院 癌症的血肿科到安宁病房 一路上看到治疗 会觉得无法自主的无奈 但对于生命会重新思考 哇 对啊 所以 病苦的众生还是很多 好 甘露海 病苦就是在小野障 中心中 李秋英 谢谢你的功课 甘露海人生最苦 就像地狱一样苦 吴秀吉 你好 阿里斯坦 人生不能生病 明白 久病产生很痛苦 身体要健康 请求令 好 所以 那这个药童子呢 有没有救到世尊呢 他对药童子寄予厚望 希望呢 药童子 你在天上找什么 哇 九转黄魂丹 三魅 三魅 炎命丹 太乙经丹 九天四命丹 天一神水丹 哇 很多天上的仙丹的名字 师尊都把它写下来 希望能够拿到这个药丹 可是经过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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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间 药童子从此就一去不复返 啊哈哈 怎么答应呢 不敢回来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又谁 师尊请了药师佛的十二大神将 哇 药师佛呢 有慈悲的蓝琉璃光 药王菩萨 药上菩萨 日光菩萨 月光菩萨 还有药叉十二神将 哇 那师尊就请了十二神将 哇 这十二神将呢 他们就是 这个被师尊 一一的请下来了 然后师尊问神将 有救吗 那神将讲 不知道 那应该求什么菩萨 十二神将讲 那你就求药王菩萨 药上菩萨 嘿 那于是呢 师尊就招请了 这两位菩萨 哇 这个时候呢 菩萨到了 嘿 然后呢 有心速光 跟电光明 全现了今生 反正有非常摧灿的光明 显现了 然后从两位菩萨才告诉师尊 原来之前那个药童子去天上找药给师尊 找不到解药 觉得很丢脸 不敢来见师尊 哪有这样 也要讲嘛 找得到找不到 也要讲一声嘛 那师尊在那边等 你又等很久 真的是 所以 受人之托 忠人之世 对不对 人家拜托你的 那你如果不知道做不到 你一定要跟人家讲 不要让人家在那边等嘛 对不对 所以两位菩萨讲 天上的药库 那也没办法救得连生活佛的病 所以药童子不敢回来 没脸见师尊 哇 师尊讲 那师尊有没有生气 他也没生气 他说 原来是这样 那我不怪他了 那师尊又问 那要是佛的十二神将 为什么没办法救我啊 守护行者 为什么不能救我啊 那 那个药王菩萨 药上菩萨讲 这十二位神将 救的是一般的众生 连生圣尊 你的这个病业 不是一般的神将 所能够救的神将 也不敢施救 那师尊讲 那两位菩萨来救啊 来救啊 无等也不敢 哇 连要往菩萨 要上菩萨都say no 哇 那师尊就很惊讶 为什么 哇 然后呢 菩萨就讲 连生圣尊 有三大佛祖律令 瑶子金母律令 阿弥陀佛律令 对不对 还有这个三山救活律令 有三大圣旨 救度众生 连生圣尊 你又放三光 头上又顶三光 那今天 你现在出现了这个事情 天上哪有比这个更厉害的药来救 那圣尊自己常用这个陀罗尼的药来救治众生 自己有病 当要自己医 自己就是要往障 我们是治不得的 哇 你看师尊 佛祖律令 阿弥陀佛律令 瑶子基母律令 三三九合律令 头上又现三光 白光 红光 佛光 已经是高手中的高高手 然后 他已经是最厉害了 最无上了 所以不是一般菩萨就能够救师尊 倒是要往菩萨 要上菩萨 提醒师尊 生病的 只有师尊的身体 里面有药可以救 哇 哇 可是 师尊讲的此一时彼一时 现在不同了 我求救无门 哎 然后呢 这两位菩萨说 就算是要是流离光王佛 欺佛 也没办法救你 哇 那一下子就打死了 一下子就没有希望了 那 师尊说 那我怎么办 两位菩萨说 师尊自己救自己要自救 如何自救 菩萨说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那那个时候 师尊已经灰心了 心灰意冷 心中已经一股灰了 什么叫自己救自己 哇 经过一场的大病 师尊真的是度过生死的大海 那这个他有一种觉得成员已尽万事皆疗的解脱 他师尊也从这个病大彻大悟到一丝不挂 那师尊觉得说 纵然也差不多死了一回 目前也不过在死的边缘挣扎 那是差不多是半死三昧 那只剩一些一点点些微的气息在调息而已 那有一天呢 师尊在这个半死三昧 就是已经剩下一些气息了 然后呢很没有力气 还是在修禅定 半死三昧里面 药童子出来了 那药童子看到师尊很丢脸 啊不好意思 师尊说不要走啦 我不怪你 哎呀 药童子已经讲失礼啊失礼啊 师尊讲说啊 不是你的过错 然后呢 药童子讲 天上的药库怎么稀奇古怪的病都可以治 就是师尊的病不能够治 真是奇也怪灾 连药童子都觉得很奇怪 然后师尊就讲说 这个是他的因缘 连药王菩萨要上菩萨都讲 只有师尊能够 才能够自己救自己 哇 那这个时候药童子一听 自己救自己 他觉得这个话大有玄机 他要师尊做一个什么事呢 师尊衣服把它脱开 脱开之后呢 师尊露出肚脊 这个肚脊呢 好像有眼睛 然后一打开 哇越开越大 他里面居然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药库 而且师尊的药库是天上比天上还要大的药库 什么药都有 我要师尊说 原来自己身体真的有药 我看看现场的同门 加上菩萨 你看下沙库的药库的药库是全球的药库是全球的药库的药库的药库是全球的药库的药库的药库铭 上下阶梯都很伤膝盖的 最好是那种有马路的 环形步道的 就是高高低低起伏 不要太大 那真的是有那种阶梯的 你要带拐杖 因为帮助你支撑膝盖的力量 虽然你还是很有体力 可是要有个登上的拐杖 可以帮助你 好 那你对 还可以打草惊蛇 在身边的时候要坚强 多念经 要解脱古地 正得菩提道 甘露海愿众生离苦得乐 殉丘令 讲到说这些病苦的众生了 刚刚有念过 好 石川你好 以心师尊天上药铺 那么没有一个适合理的 跟师尊求 甘露海众生耶利不可思义 菩萨为因众生为果 好 尤梅来说最近常念 药师佛经 好 尤梅来说 师尊在生病里面体会到人生 无所得 对 我写得很好 你好 那反正呢 师座呢 一看 药童子就讲 哇 你身上的药库 比天上的药库 还要大 肚脊 大到容天 你真的是 你自己拿自己身体的药来吃就好了吗 师尊讲说 那他 他总不能这样趴下去吃 对不对 趴在肚子里面吃药 不过师尊呢 他会运 运功 他会运一下 身上的气 身上的气的药就进来 进到师尊的身体里面 一下子师尊的病就好了 就是这一篇 所以师尊醒悟 自己呢 只需要将自己肚子的药 自己的病 运一下 一发动自己的病就好了 心病还是需要心 心药医 师尊的病终于好了 没有病一样 病来病去 像一场梦幻 像一场梦路 哇 大家都来了 等一下宣布事情 我们先来唱 那我们华光自在佛 感谢师尊 那我华光自在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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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以最恭敬的心 回向我们师尊 长命百岁 愿师尊长住世间 长转法轮 师尊师母一切安康吉祥 谢谢师尊 写书度化我们 哇 好 那这本书叫做 小小叮咛 对 要往药上佛山 要师尊自己救自己 因为师尊身体有很大的药 所以呢 你们可以祈求师尊 因为师尊的身体的 这个药库是比天上的药库还要大 不过呢 你们要祈求这个 师尊给你们加持 自己也要忏悔自己的业障 也要做功课 那要看医生 那这本 接下来要介绍小小叮咛 那我今天就打开了 这小小叮咛 哇 你看到我 看到什么呢 农名利 农名利 这个 哇 这个 2020年鼠年 鼠来堡 大家鼠一鼠二 这个农名利 然后呢 就是大登文化有在赞助农名利 我这次将代表 珍宝天空新闻台 为这个 为大家求福 赞助500本的农名利 然后呢 大登文化会送我们广告 所以呢 我已经花钱了 嘿嘿嘿嘿嘿嘿 用正佛天空新闻台 大家的功德 因为大家最近呢 有些人都私下有支持我们新闻台 所以就用这个 这个 这份心意来 给大家做功德 这都是你们的功德 我们会赞助500本 福会农名利呢 这个福会农名利呢 会 这个里面有师尊的文集 有师尊讲这个风水 地理的 那如果你们想要这本书 到时候印出来 可能北部中部南部都需要有 有同门帮我派发 嘿嘿嘿嘿嘿嘿 北中南 北部中部南部的同门 希望有人帮忙派发 那帮忙派发的同门 你就跟我联络吧 你们如果说在台湾北部中部南部的 要帮忙派发的 那将来书印出来 我会请这个公司吧 那个大登文化是印刷厂 直接把书就寄到你们的地点 比如说北部的要100本200本 也就帮忙派发 我是希望到场少少 但是派发到土地公庙啊 医院啊监狱啊 一些没有皈依这么中 没有皈依的地方 给外面的人看 因为农民历是大家比较喜欢的 新的一年 可以看到这一年的这些讯息 还有师尊的开示 还有里面会插上 我们成果天空新闻台的广告 这都是大家的功德 那就是说 希望征求北部中部南部的同门 或者东部的也可以帮我们派发 可能500本是抛砖引玉 大登文化将会给我550本 他讲说 注印10本 每注印10本免费赠送1本 然后他讲到说 注印10本以上每本是100块 注印100本以上 就是每本50块 等于注印100本 100本的话是1万块 注印1万块台币 就是等于一本就算50块的钱 那如果 我觉得多少都是一个心意 那如果你们觉得 这个活动也很好的话 在每本师尊文集的背后 每本师尊文集 后面呢 有一个大登文化的注印的资料 那我也不是帮他们推销出 我只是觉得说 好像还不错 这个师尊的 这个师尊的 那个什么 他的农民历 因为有放师尊的文章 你们可以看这个格式可以定 那如果想要 需要的人也可以定 如果你们想要的 你如果说在台湾地区是北部 中部南部的 你们谁想要的话呢 他这个到时候问一下 那个同盟问一下 你是北部的谁 然后你就跟他要 越书呢北部的会几本 比如说一本一百两百 中部的一两百 南部的一两百 然后呢 东部的多少 然后你就去跟他们自己联络 但是这个书就是 希望把它派发给外面的 外面的土地公庙啊 医院啊 诊所啊 那个 买乐透的也可以 大家乐的也可以 那如果国外同盟 很想要这本书要注印的 也是在这个师尊的文集 后面有国外的 海外的注印方式 也是有 然后那个书可以寄到海外 只是说海外的运费要多少 就不知道 那如果你们想要这个活动的话 请你们自己跟大登文化联络哦 就是这样子 好 廖金禅师姐 有关讯息 等一下我会贴在 贴在我的脸书给你们看 王绿师姐你好 你黑黑的 你减赛 监狱进去要事先申请才可以 你们谁有认识那个监狱的哦 然后呢 说 要送这个师尊的书给监狱的寿行人 如果有认识的话呢 也告诉我 我们有一些书哦 也是可以派给监狱的众生 我们可以注意一些书哦 好 感恩惠君 大登文化 因为你们这次抽奖的十本书是大登文化提供的 谢谢他们哦 好 李兄兄 你求师生加持你的母亲身体健康 等一下我们一起念阿弥陀佛 可以回向 那你也要念那个高王经 还有你写信到那个回信中心 附上妈妈的照片 地址出生年月日 那可以跟师尊求福 求那个福 看是要健康福还是什么福 都可以哦 好 那今天呢 剩下几分钟 十五分钟 介绍小小叮咛的第一篇文章 一首诗哦 与你谈心 跟你谈心理的话 你看师尊哦 他是一个非常的 这个 非常的有哲思 有智慧 然后他对众生都是心跟心在交往的 所以这篇文章叫与你谈心 我念给大家听 你说 从来我的心就很小 有个弟子对师尊讲是做 你说 那个弟子讲 从来我的心就很小 只能住进一个人 以前那个人叫做从前 现在的这个人叫做永恒 哇这个弟子 嘿嘿嘿嘿嘿 以前那个人就是已经过去了 以前那个人叫从前 对 现在认识师尊了 又狠了 对不对 所以各位同门 我觉得这个文章 不是只有师尊跟谁在讲话 其实是师尊跟你在叮咛 所以叫小小叮咛 师尊在跟你对话 好像是我们每个弟子一样 对不对 师尊我们认识的以前那些人 也叫从前都过去了 师尊你是我们的forever 你是我们的永恒 大家说对不对啊 那师尊听到这句话 师尊怎么反应啊 我的心很大 可以住进五百万弟子 但是你住进来 我就让你一个人 住进我的总统套房 这个人是谁呢 正信正念的真佛弟子 实时意念 根本传承的真佛弟子 都可以住进师尊的总统套房 大家想住进师尊心里的总统套房吗 有人告诉我说 惠君上师 有时候你在读书会讲的 这个礼拜六礼拜天 就是美国的时间 礼拜六礼拜天 师尊周末开示 也讲这个有关的单元 怎么那么巧 好几次 那同门跟我讲我也觉得 所以觉得师尊跟我们很接近 我们在讲这个师尊文集 师尊也跟我们在一起说 所以各位同门 不管你是有钱没钱 漂亮不漂亮 还是好还是不好 对不对 你只要一心一念根本传承 每个弟子都是 住进师尊总统套房 住进师尊心中的总统套房 所以师尊讲 当我们在谈心的时候 师尊就会讲到想到心的概念 那我不想写得太深 我只是说肉身是假的我 灵魂是真的我 宇宙至上意识是本我 所以师尊讲到我 这个肉身对不对 还有这个灵魂的身 但是整个宇宙 宇宙才是师尊的本我 也就是师尊充满的宇宙 无论何时何地 哪个时间哪个空间 都充满于师尊 所以你在读这个书的时候 这个字很多人看到那个诗 就会觉得说 那诗就短短的几句 我告诉你真正厉害的是 短短几句 意思很大 你要记住 短短几句 字句好像很容易 可是内心很深很深的感情 真的很不容易 哇 所以师尊讲 简单的来讲 我们修行 是把我们的心送上宇宙 我们今天念上师心咒 读书会 也是把我们的心送给师尊 对不对 哇想念师尊 意念师尊 将来我们都要出镜 师尊的总统套房 哇 简单来说 我们修行 是把心送回到宇宙至上意识 和一无二无别 师尊这句话 就是在教我们 如何把自己的心 也送到师尊心里的总统套房 你能够明白宇宙意识 就明白师尊的那番心意 好 那师尊讲 我是说 肉身的假我 这个肉身的假我 是唯不足道 也不是永恒的 是随时会败坏的 而轮回也是一样 是一本枯燥的 繁琐的长篇 连篇的小说 对不对 我们这一世 可是过去是 过去一世 有人去找那个 人家问三世因果 才三世吗 我告诉你 都百世千世 你那次到你轮回几世 光一只鸽子 就轮回几万劫了 蚂蚁更不用讲了 所以讲说那个 谁说问三世因果 都是 对不对 三世 哪里三世 对不对 所以讲说这个我 轮回也是像是 长篇小说一样 是空患的 是无常的 生命的奥义 就在这里 那生命呢 世俗的轮回 圣意的回归 我们这样子轮回了很多事 很多事 但是最后 我们每个人 都是要正入宇宙合一 正入第一异地 回归到本来的佛性 回归到本来的宇宙的佛性 所以四尊讲 我告诉你 有时候 我是活在世俗之中 那行指 跟世俗人是一样的 是他的行为 跟世俗人一样 有时候 我的灵魂心 是融入宇宙至上的意识 这个时候 有个新名词叫做阿凡达 就是半神人 其实世尊是一半人 一半是神 其实世尊是佛 对不对 我偷偷告诉你 不要说出去 我就是不折不扣的阿凡达 半神人 我正式活着 有时候忘了自己活着 因为我亦合一 这个是世尊的境界 我都没办法解释 忘了自己还活着 如果忘了自己活着 那什么是德 什么是失 什么是成功 什么是失败 什么是骄傲 或者什么是受苦 完全都没有 因为世尊是忘了自己活着的人 这个句话真的很深 不合一的时候 我就变成俗人 有时候他要跟我们在一起 他要变得非常的亲民 你看不出 世尊有什么很特别的 他也会跟你笑 也会吃饭 也会睡觉 也会写作 也会走路 大家都以为世尊是这样 其实他是半神人 他是非常神圣的 世尊讲 以前我常常为人事 人间的事情 伤脑筋 现在不会了 因为我得到解脱的认知 因为世尊是已经开悟了 知道了 已经忘记自己活着的人 还有什么解脱的问题 所以世尊最后说 我想写一首小诗给你 标题是谈心 谈这个心 我真的想 带你飞上清清的天 那里面成名 哇 成清古的成 明白了名 清妙 很清澈很美妙 楼台上下 像是空谣的秋千 再念一次哦 我真的想 带你飞上清清的天 那里面成名 清妙 楼台上下 像是空谣的秋千 下一句 下一段 你也已成仙 神仙的仙 就像是一缕清烟 化为空 化为明 登地最清闲 就说 世尊想带弟子升天 然后呢 那里是最干净的 没有污染的 那弟子已经正到了 正果了 也是化为一缕清烟 但是呢 是空明的 空而明 明就是很光明 那能够正得果位 人世间 就是什么事都不沾染尘埃的 最为清闲的 好 最后一段 没有寂寞 没有无奈 没有无奈 像两只蝴蝶 风度翩翩 哇 没有寂寞 无奈 没有人世间的烦恼 可以悠悠自在的在那边飞舞 哇 这个境界 你能够想到 师尊带我们想要登上七年的星吗 哇 是不是很美呢 哇 这个小小叮铃 希望大家每个人都促进 师尊的总统套房 我们节目最后 来跟伟大的师尊一起唱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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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跟大家介绍师尊见神见鬼计划天上的药库 师尊讲到他自己在那一年生病的痛苦 天上天下都没有解药 最后才发现自己身体就是药 所以师尊全身都是药 师尊有什么解药 其实我们需要师尊智慧的解药 解脱病苦的解药 师尊有福 有智慧 有解脱的药 有密法的药 种种的药 其实师尊的药是最殊胜的 见神见鬼计 小小叮铃 师尊讲要跟你谈心 对不对 与你谈心 第一篇很好看 其实这个书要慢慢看 一遍一遍的看 一遍一遍走到师尊的心中 一遍一遍读尽 师尊走进他的总统逃房 然后我们有赞助福慧农民力的活动 我们中国天后新闻台 代表大家赞助福慧农民力500本 然后会发到台湾各地 因为国外的话不知道寄给谁 然后如果你们国外的同盟也要的话 也可以跟大灯文化联络 在师尊的文集 后面都有联络的方式 谢谢 欢迎大家逛下圣局 我们给师尊 祝咪 爱斯尔 鱼 鱼 明天晚上10点 联系我们文集 网络直播读书会 我们大家空中再会 不要忘记给我们按赞转贴分享 按赞多一点 谢谢